你第一次向小叔表达爱意 他竟毫无动容 不仅带你见他的未婚妻 甚至还让你向未婚妻道歉 而你曾经以为他是你的依靠 然而他的冷漠让你彻底死心 此刻你只想远离他开始新的生活 我向识教小叔李玉李表白后 他带我见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 他叫方月希 也是他未来的伴侣 李玉李说 方月希为了救他 失去了双腿和梦想 他要对他负责 我不理解 救命真一定要以身相许吗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 上一世我不信李玉李不爱我 不断地试探他的底线 直到他看着他对家将我的食指一根根掰断 听着我撕心裂肺的叫声 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的时候 我彻底心死 后来我因为受伤太重 无法再上手术台 最终欲寡欢 割腕自杀 再次醒来时 我毫不犹豫地提交了吴国界医生的申请 退回了小侄女的位置 申请下来的时候 我终于松了口气 只坚持不住地颤抖 眼圈红了 自己都未曾发觉 没有人知道我重生了 21岁 在我要向李玉李表白的前一秒 那天我穿着他一支千金为我定制的礼服 又包了京北最豪华的酒店 邀请了不少的朋友来见证我们爱情的开始 我从能即时开始 李玉李就在我身边了 我父母是吴国界医生 行踪不定 一年我与他们见面次数寥寥无几 我的前小半生几乎是李玉李陪我度过的 开心的 不开心的 圈内的人都默认了 我是李玉李的同养席 上一世 几个交好的朋友知道我要表白还给我出了不少主意 把我惹得脸蛋发红 我在心里暗暗期待着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 李玉李会拒绝我 一如上一世 李玉李似乎早就猜到了我要做什么 他的眉头微微促起 两指妈撒着正在酝酿着拒绝我的话 某底情绪不明 那时我以为李玉李只是担心我比他小 分不清情爱 所以笑着说 小叔 我喜欢你 是见到你时 心就会不自觉地加速跳动 是见不到你时 会疯狂地想你 是怎么样都抑制不住的情绪 我很肯定 我对你是爱情 旁人也跟着起哄 最终潦草收场 而那天我还是笑着 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他正要开口时 我掀了一步 小叔 我攻克了一年的研究项目在上周收尾了 我很开心 所以想庆祝一下 李玉李错愕在了原地 我的朋友们也面面相去 要开口说话时 我淡淡地掠过他们一眼 他们才善善一笑 默默地把手中拉着地答应他 答应他这条横幅放到了身后 一场表白无疾而终 散场后 李玉李和他朋友在走廊抽烟 他倚靠在墙壁上 骨节分明的手把玩着金色浮雕打火机 火苗忽明忽暗 他朋友调侃地笑 今天这阵仗我以为是小月要向你表白呢 没想到虚晃一枪 李玉李清和双目 嘴角带着淡淡地笑 小姑娘家家的心思 你就别乱猜了 我对金月没有旁的意思 照顾他 只是因为和他家的交情 他朋友不信 你就是当局者迷 你看你家小姑娘的眼神 你当我们傻呀 你要是真清清白白 当年有小男孩跟你家小姑娘表白的时候 你跑去警告人家干什么 还以男朋友的身份自居 李玉李没说话了 我也没再听 隐退在了黑暗里 上一世李玉李就是如此 对我的豪躁已经越界 却偏生不愿意承认 回到家后 提交了吴国界医生的申请 我父母先后死在战区后 我想继承他们的遗志 只是上一世还没来得及开始 就已经画上了句号 索性 老天连我 给了我重来的机会 我看着报道的时间 又看了眼旁边的台历 拿出支笔默默地在报道那天做了标记 很巧 那天是李玉李的生日 突然我的房门被敲响了 是李玉李 他习惯性地敲完两声门就进来 只是这次跟在他身后的 还有个女生 女生坐在轮椅上 一袭白裙 脸上没有半分血色 毛子里带着淡淡的忧郁 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金音乐 过来 他朝我说 我没动 只是扫了女生一眼 他就是方月曦 原以为没有我的表白 李玉李不会把他带到我面前了 没想到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 金音乐 李玉李拧着眉 又叫了我一遍 方月曦见我的神色淡淡 垂下眸 语气很轻地说 玉李 没关系 第一次见面沈小姐不喜欢我 很正常 如果她介意我的存在 我回家去别墅就好了 我没了双腿 哪儿也去不了 在哪儿都可以的 不是一定要住在这里 她说着 眼眶带着泪 却迟迟未落 像极了柔弱的小花 故作坚强 李玉李的眉头 簇得更深 看我的目光里 带了几分的失望 金音乐 小叔 你想安排谁 到别墅住就到别墅住 其实不用来跟我说的 你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的声音很平 让人听不出任何端倪 但落进了李玉李的耳里 却满是带刺 她以为我在闹脾气 金音乐 你不用拿这个语气和我说话 我今天带月曦来见你 是想让你见见自己的小绅士 三年前地震她为了救我 双腿废了 我需要对她负责 如果你还想好好地留在这个家里 就收起你的大小姐脾气 不要找月曦麻烦 她警告的目光扫过我 我欲想说话 但最终还是沉默了 其实也不怪她 我对李玉李有极致的占有欲 从小到大 我希望她的眼里只有我 身边的女伴只能是我 所以这些年来 她没有任何的桃色新闻 哪怕有女人敢碰瓷 都会被我收拾了 她所有的偏爱和例外都是我 所以上一世在她要娶房月曦的时候 我崩溃了 救命真 一定要以身相许吗 我想了很久很久 搭上了一条命 还是想不通 现在我想通了 有的事情就是想不通的 方月曦要住下来了 在李玉李旁边的房间 曾经是我的 那时李玉李接我住过来之前 偷偷地向她的朋友们娶过精 然后亲手画了图纸 将整个房间都翻修了一遍 打造成了漂亮粉色的公主屋 还买了很多限量版的娃娃 摆放在我的床头 她把我当公主养 从小到大 她总说 只要是金月喜欢的事情 能让金月开心 我都会去做 我希望我们家金月 健健康康地长大 当个快乐的小公主 那时她的毛子里 全是温柔浅浅的爱意 叫我沦陷 她却从始至终都置身事外 房间里 李玉李已靠在门框边上 目光冷烈地扫了我一眼后 说 一楼的客房我 让陈妈收拾好了 这段时间你先住一楼 我没说话 只是把衣服都叠好 放进了行李箱后 起身正习惯性 要拿床头的娃娃时 手停了下来 李玉李的目光 也跟着挪到了娃娃的身上 见我久久没动 她说 娃娃等会我给你拿下去吧 我深呼吸了口气 收回视线 扯了扯笑 不用了 送给小婶婶吧 李玉李我都不要了 几个娃娃又算得了什么 从前是真心 如今什么都不是了 金音乐 你还在跟我生气 李玉李冷声问 我为什么要跟小叔叔生气 我反问道 小叔叔也有自己的生活 现在你有自己喜欢的人 想保护的人 我应该为你高兴 不是吗 李玉李的毛子沉了沉 薄唇张合着 却迟迟发不出声 我拉着行李箱离开的时候 方月希正在门外的不远处 她看我的目光里带着几分讥讽 如同上一世 表面装得多么的白莲花 实际上处处针对我 一言不合的就哭 弱者的眼泪总是容易博得同情 沈小姐 委屈你了 如果不是我不方便 玉李不会这样做的 我握着拉端的手一紧 想越过她直接离开的时候 她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条件反射的一甩 啊 方月希的轮椅不受控制的 往楼梯下掉 尖叫声响了起来 别墅里的庸人都赶了过来 玉李 救我 救我 李玉李文言 惊慌失措地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将挡路的我推开 一把扑过去抓住了扶手 避免轮椅继续往下滚 我正愣在原地 喉咙发紧 不是我 轮椅被卡在楼梯 加上几个庸人堵住了路 李玉李连忙将方月希打横抱了起来 走到了我的面前 庸人也配合着把轮椅搬了过来 玉李 吓死我了 我以为我要死了 她的眼圈全是红的 眼底的恐惧做不得假 李玉李将方月希安抚好后 愤怒地看向我 沈金月 你是不是疯了 要是月希真的出事了 你就涉嫌杀人了 你知道吗 我咬着下唇 满肚子委屈 鼻尖发酸 我没有 不是我 是她突然抓我的手 我只是甩开了而已 方月希文言 带着哭腔说 是我的错 玉李 你不要怪沈小姐 是我刚刚没锁上轮椅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月希 你不用再提金月说话了 李玉李冷漠地说着 她是什么脾气 我知道 这些年凡是靠近我身边的女人 都被她用小伎俩赶走了 我没忍住笑了 眼角带泪 所以小叔叔你不信我对吗 你值得我信吗 她反问 是 我不值得 只有方月希值得 她说什么你就信 话落 我拉着行李箱要走 李玉李却让庸人拦住了我 她说 道歉 我不可思议地回头看向李玉李 她又重复道 月希无缘无故受了委屈 你应该道歉 如果我不呢 我眼含泪水问道 我以为再次面对这样的场景 我能够风轻云淡地去面对了 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 当曾经所有的偏爱 都化成力剑自向我的时候 真的好疼 你知道我的手段 李玉李冷声道 她看向我身后的庸人 庸人相互对视一眼 正要往前按住我的肩膀时 我自嘲地嗤笑了一声 松开了拉着行李箱的手 对着方月希弯腰道歉 今天这件事情是我错了 我不该在你抓我的手甩开你 害你差点摔倒 对不起 方月希错愕了两秒 李玉李的表情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我起身后看向李玉李 小叔叔 可以了吗 如果不可以 下跪也行 我说 李玉李的毛子情绪复杂 最终什么都没说 我拉着行李箱下楼了 刚到一楼 陈妈说 先生他今天可能是心情不好 小姐 你不要和先生计较 这么些年 先生多疼你 我们是看在眼里的 他边替李玉李说话 边想替我拿行李箱 我只是笑了笑 从前我和李玉李吵架 陈妈总会当何事老 这么多年了 陈妈一如既往 可我和李玉李早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小姐 你不去客房吗 他诧意问我 我摇摇头 不了 可是先生 替我转告小叔叔 以前多谢他照顾了 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他了 这一世 到这儿就可以了 上一世的痛 我不想再承受了 李玉李安排好了方月西后 叫来了陈妈 把刚刚走廊的监控调了出来 陈妈过来的时候 欲言又止 其实他是信沈金月的 这些年虽然他会用小手段 让那些女人远离他 但都是无关痛痒的 他知道底线是什么 所以当监控他看到是方月西 主动先挑衅沈金月的时候 他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他欠方月西的 一条命 只要方月西不过分 他可以由着她做任何事情 我就说 小姐怎么会伤害人呢 陈妈愤愤不平地说道 李玉李柔了柔眉心 今晚做点金月喜欢吃的吧 可是小姐已经走了 李玉李顿时愣住 什么 小姐托我和你说 以前多谢你照顾了 以后她不会再打扰你了 陈妈说的有些阴阳怪气 李玉李也没怪她 只是疲倦地叹了口气 金月就是这个脾气 半点委屈都受不得 她让陈妈先出去准备晚餐后 打了电话给沈金月 但沈金月都没接 她越打越烦躁 最终把手机扔在了书桌上 其实从半个月前 她原以为沈金月要向她 表白那天开始 她开始总会莫名地烦躁 尤其是对上沈金月那双眼睛 总是听见她一副淡淡的口吻时 她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 失去了掌控 如今 似乎所有的答案都将呼之欲出 李玉李能找到我 我并不意外 距离报道还有七天的时间 从别墅离开后 我就回了自己的家 李玉李站在院子外 两指尖星红明灭 眉头紧皱着 我刚从医院回来 就看到了她 下班了 我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周边突然间就陷入了一片死寂 她在等我继续开口 而我其实早就无话可说了 直到她的手机响起 是方月希的电话 李玉李没避开我 当场就划过了接听见 她柔弱的哭声 从对面传了过来 玉李 我做噩梦了 梦见了那场地震 梦见了我没能救下你 你能不能 回来陪陪我 她小心翼翼地请求着 李玉李却下意识地看向了我 这时的天已经黑了 我垂眸看下地上被拉长的影子 神情淡淡 两久 我听到她说 我马上回来 电话挂断了 李玉李顺势要牵我的手 我皱着眉避开了 她的动作一致 看向我时 眼睛多了几分迷茫 她大概是忘了 从前我们的亲密无见 是因为我把她当成了心上人 小叔叔 你有小婶婶啊 我们之间还是不要越界了 我语气淡淡 李玉李吃笑了声 收回了手故作 从容地伸进了口袋里 我知道你一时间不能接受我和月希的事情 但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能接受了 再和她订婚 现在就当你们彼此熟悉适应一下 我没说话 沉默着 上一世自从方月希出现后 我和李玉李就未曾有过好好说话的一天 一见面就吵架 她骂我不知廉耻 喜欢上自己的小叔叔 又说我分不清亲情和爱情 一步一步地将我推远 可我却像铜墙铁壁一样迎难而上 哪怕被所有恶毒的话刺得遍体鳞伤 我的朋友 她的朋友 都在劝我 李玉李不喜欢你 你为什么不信 她喜欢的是方月希 我每次都哭着说 不是的 李玉李爱的是我 18岁我成年那天 她以为我睡着了 偷偷地吻了我 她说 等我22岁后会娶我 我一直坚信着 李玉李只是因为想报恩才要娶方月希的 直到那天 邵家在酒吧要将我带走 我和邵家没有接触 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抓我 直到邵老二说 邵老脑哽死了 我恍然大悟 李玉李曾说邵家的人找过我 她说邵家人手里都是不干净的 让我和他们保持距离 可我从不知 邵家人找我 是因为邵老 他们诚心诚意请我出手术 我哭着不肯走 泛白的纸杰死死地抓着李玉李的衣角 他却冷冷地说了声 放手 冷眼旁观地看着我被拖走 看着我被活生生地将手指一根一个地摆断 听着我撕心裂肺的叫声 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那一刻 我才终于确认了 李玉李不爱我 在想什么 李玉李的声音响起 拉回了我的思绪 这些天你也该闹够了 上次的事情就算过去了 金音乐 你不是小孩子了 话音落下 他打开了副驾驶的门 望向我 我站在原地没动 脸上扯着难看的笑 我突然好想问问上一世的李玉李 他为什么可以那么狠心地看着我备受折磨 看我郁郁寡欢 抑郁而死 哪怕他不爱我 可我还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小侄女 小叔叔 那天你说的没错 这些年但凡出现在你身边的女人 都会被我用小伎俩赶走 所以为了小婶婶安全 我就不回去了 李玉李皱梅 沈金月 小叔叔 你知道我喜欢你的对吧 我平静地打断了李玉李的话 他的瞳孔皱得缩了一下 这些年我的爱意从未掩盖 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知道的 我相信李玉李也知道的 金月 他为难地看向我 小叔叔放心 以后不会了 以前是我不懂事 错把亲情当成了爱情 闹了不少笑话 现在也算是及时止损了 希望小叔叔见谅 话落 我又是一笑 李玉李却像被抽了魂一样 愣愣地站在原地 仿佛我刚刚的那几句话 很难理解一样 他张了张唇 正要开口 口袋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在寂静的黑夜里 格外的刺耳 一声接着一声 他好似还没回过神 但我已经后退了两步 转身离开 李玉李看着沈金月 渐渐模糊的背影 突然有些茫然 他习惯性地 从口袋里摸出烟盒 又点燃了根烟 猛吸了一口后 才稍稍回过神 他抬起头 别墅二楼房间的灯 已经亮起 沈金月的身影被映在了帘子上 三年前 沈金月十八岁 成人礼那天 他喝醉了酒 迷迷糊糊地进了沈金月的房间 看着熟睡的小姑娘 醉意上头的瞬间 他第一次越界地闻了沈金月 小姑娘像是做了场美梦 嘴角都带着笑意 他与沈家是世交 他比沈金月大了有七岁 从小到大 虽然他默许了沈金月的越界 却也总在提醒他 不要将亲情和爱情混为一谈 更不要把依赖当成爱意 沈金月不爱他的 而他也是 他任由沈金月以童养习自居 一是为了打消那些不长眼的黄毛 二也是为了他身边能够减少些桃色绯闻 一个沈金月就够他头疼了 可当他看见他身边也有相同例子 且不得善忠实 他退缩了 变了智的感情是回到原点的 索性就不要开始 他清醒过来后 第二天就到了港城出差 只是没想到会遇到地震 他劫后余生被一个与他同龄的姑娘救了下来 小姑娘是个舞蹈家 因为他 失去了双腿和梦想 愧疚和自责萦绕在他的心头 以他的财力多养一个姑娘并不算难事 他一养就是三年 这件事除了他的助理 没人知道 原因无他 他怕沈金月闹 怕他找方月希的麻烦 这次把方月希带回京北 一是为了允诺当初取他的要求 二是他知道了沈金月要和他表白了 他想让沈金月知难而退 他们本就不该越界 本就没有未来 可如今 沈金月退了 他却开始后悔了 李玉里回到别墅时 方月希正坐在客厅等着他 他穿得单薄 京北的夜格外的冷 等了一夜 他的双手早就冻得冰冷 怎么不回房间 李玉里皱着眉问 方月希抿了抿唇 垂眸看了眼手机 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你都没接 我很担心你 月希 李玉里走到了沙发一侧 然后坐下 目光直直地看着方月希 眼里没有半分的温情 他抬起头 金月是我养大的 这些年他一直跟着我 他的脾气也都是我惯出来的 当年你决定跟着我的时候 我已经和你说过的 我欠你一条命 你让我拿什么还都可以 但独独不能动金月 他说着 方月希顿时红了眼圈 他委屈地看向李玉里 玉里 你是怀疑我伤害了沈小姐是吗 李玉里没多说 只留下了一句话 为了金月的安全 别墅里有很多的监控 方月希愣在原地 久久都没反应过来 他自以为那天李玉里明明站在他那边 是信了他 没想到他的小伎俩 早就被看穿了 李玉里上楼后 没回自己的房间 反而是去了沈金月之前的房间 方月希住进来后 沈金月房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那些沈金月曾珍惜的娃娃都被收了起来 漂亮可爱的装饰也都被换成了简单的挂饰 沈妈 李玉里叫了沈妈进来 沈妈很快过来 看到李玉里坐在书桌前 问 先生 怎么了 他正要开口 目光不经意地落在了书桌缝隙的台立上 他弯腰捡起 当他看到台立上的28倍之黑色水笔圈了起来时 愣了一下 沈妈眼尖也看到了 这不是先生您生日那天吗 我就说 小姐怎么会真的和先生生气呢 文言 李玉里的嘴角不经意地请起 指负妈撒着台立 安静了半晌后 把台立重新放好 语气略带愉悦地说 楼下的客房按在这个格局翻修一下 让月希住一楼 这里收拾好 还是按照金月原来房间的模样 过几天我去接她回来 沈妈笑着应下 而正到房间门口的方月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距离报道还有五天时间 我的交接工作基本已经完成了 只是我没想到方月希会专门来医院找我 短短几天不见 她变得更像破碎的美人了 找我有事吗 我将手中的病例单子收起来后问她 方月希坐在轮椅上 目光里的厌恶一览无欲地全都暴露了出来 不再伪装 她看着我 沈金月 我和玉里就要订婚了 你能不能离玉里远一点 当介入别人感情的小三 这就是你们家的家教吗 我摸笔的手一顿 抬起眼皮看着眼前的女人 唇角带着冷笑 方小姐 你的嘴巴最好放干净点 我嘴巴放干净 那也要你做事干净 沈金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喜欢沈金月的事情人尽皆知 你现在从李家搬出去不就是想欲情故纵 我告诉你 李玉里不喜欢你 这辈子她都不会喜欢你 她不可能喜欢自己的小侄女 方月希越说越激动 我没忍住吃笑出声 上一世我和方月希几乎没有单独相处过 我知道她不是好人 她和我一样 会为了爱人不择手段 她眼底的算计 她耍的把戏都是我上一世玩腻了的 可耐使得我忘了 只有快抓不住一样东西的时候 才会拼命地想尽办法抓住她 上一世 她三言两语的挑衅 哪怕我与她斗得遍体鳞伤 李玉里都不为所动 而这一世 我什么都没做 却让李玉里甘之如頤 这些天李玉里时不时地会给我发消息 她告诉我 我的房间还给我 完完整整的 什么都没变 跟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也像从前一样 雷打不动地给我订下午茶 你说 李玉里爱我吗 不是的 别墅里有监控的事情 我也知道 以李玉里的为人 她不会不查 可查了却没有什么反应 只能代表她默认了方月希欺负我这件事情 现在的改变 只是她不习惯我的离开 仅此 沉默良久 我说 我也不可能喜欢她了 方月希 方月希突然一愣 原本激动的情绪慢慢变得平缓 你说什么 我承认 从前的李玉里很好 从小到大 只要我受了委屈她 就会为我撑腰 她怕我掉眼泪 怕我不开心 除了我爸妈之外 她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所以我喜欢上她 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那天她看到我哭了 却还逼着我向你道歉 我就已经不喜欢她了 方月希四是有些茫然 眼圈微红地望着我 就因为这个 我点头 就因为这个 如果我喜欢的人舍得我哭 舍得我受委屈 那她就不是值得我喜欢的人了 方月希那天离开前 又问了我一遍 是不是李玉里做什么 你都不会再喜欢她了 我应了声 是 哪怕她为我去死 我都不会再喜欢她了 到到前一晚 我正准备登机时 李玉里给我发了条信息 等会我去接你回来 我没回复 对方仍是正在输入中 迟迟都没有下文 在我准备收起手机时 李玉里的语音通话弹了过来 她的声音有些轻松愉悦 今音乐 我过会儿来接你 可能会有些堵车 我没回答 她确实在路上 道路上的鸣笛声传了过来 这时登机的播报声再次响起 对面的呼吸明显一致 愣了两秒后 她声音很轻地问 今音乐 你在机场 嗯 你怎么会在机场 你是要出差吗 怎么没和我说 你是不是忘了明天是我 小叔叔 我语气平平地打断了李玉里的话 她沉默了 我又说 我要去走我爸妈走过的路了 归期不定 这些年 多谢小叔叔的照顾了 众生后 我想过报复李玉里 想过让她常常被掰断手指的痛 也想过拉着那些伤害我的人一起去死 可我的人生那么长 为什么要局限于爱恨情仇 李玉里曾掏心掏肺地对我好 是真的 就当扯平了 所以现在 我不爱也不恨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突然 梁九 她问我 我没回答 她又说 今音乐 如果你是因为乐息 我可以解释 我可以让她走 可你不能走 她的语气很急 车内的喇叭声也很刺耳 今音乐 等我行不行 等等我 我马上就到 不了 来不及的 我轻声笑了笑 然后挂断了电话 手机关机后 压在我心口的阴霾终于都散去了 总算 所有的一切都画上了句号 李玉里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不停地继续拨打了过去 最终只得到了冰冷的机械声 沈金月把手机关机了 这一刻 她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沈金月真的不要她了 当她意识到这个事实时 她失控地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暴力地扯松了自己的领带 心口疼得窒息 大口大口的喘气都无法缓解 她正要打电话给助理查沈金月的航班时 方月希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她的声音带着重重的哭腔 话里话外都是求她别让她走 这些天 她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救命针不是非要一身相许的 她可以给方月希足够的钱 保证她这辈子衣食无忧 她想要什么 她都能够给她 唯独她的心 她从未意识到沈金月在她心里究竟占了多大的地方 直到现在 沈金月的离开 她才明白 她几乎整颗心放着 那个会冲她哭 冲她笑 冲她闹的姑娘 她总是以长辈的口吻提醒沈金月 别混淆爱情 可她却 爱了十多年 自己都分不清情爱 此时 她迫不及待地想找到沈金月 想告诉她 她是爱她的 很爱很爱 从前是她错了 以后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查到沈金月的航班后 李玉玲马上订了机票 正要开车赶去机场的时候 却因为和货车相撞 出了车祸 昏迷了足足一周 她醒来时 身边只有方月希 方月希对上她的视线时 却罕见得慌了 李玉玲的眸子皱如寒潭 冷冽逼人 她颤巍巍地出声 玉玲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李玉玲没说话 拿过手机解锁后 见着顶的人 从一周前就失去了音讯后 嘴角勾起嘲讽的笑意 眼神莫名地空洞了起来 在昏迷的时候 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她梦见了沈金月和她表白后 她带了方月希回家 告诉她 这是她的小婶婶 梦见沈金月一次又一次地和她闹 说她爱她 和方月希斗智斗勇 然后她又看见 沈金月在酒吧被拖着离开 狼狈地哭着向她求救 被人活生生地一根根掰断手指 自己却因为答应方月希以后 再也不管沈金月的事情后 冷眼旁观 明明心疼得快窒息了 却还是装作什么都不在意 梦里的沈金月的手废了 再也拿不起手术刀 她看着沈金月每天坐在病房里 看着外面的天空发呆 又莫名其妙地掉眼泪 看见她一次又一次地自残 手腕上的伤疤一道比一道更深 明明从前沈金月说 以后我要当最厉害的医生时 她承诺沈金月会永远保护好她 保护她这双黄金圣手的 可最终她却成了罪魁祸首 她不敢见沈金月 她怕沈金月用那双冷漠的眼睛看她 她too怕从沈金月的眼睛里 再也看不到一丝丝的爱意 她后悔了 在沈金月第一次自杀后 可她也清楚 他们都回不去了 沈金月死在了25岁 而她最终没有娶方月希 哪怕方月希拿命威胁她 她仍旧无动于衷 她坚持娶了沈金月 哪怕所有人都在骂她 真不要脸 把自己的小侄女都逼死了 还要娶她 她义无反顾 他们的婚礼盛大 却无意宾客 她抱着沈金月的骨灰 完成了婚礼 最终也自杀于婚礼 三个月后 李玉里找到我时 我愣了一下 我刚从病房里出来 抬头就看到了她 她瘦了很多 从前贴身的西装 现在都穿不起来了 瘦骨临寻 她惨白的脸扯出笑 我微微皱眉 与她保持距离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她生疏地问候着 我点了点头 李玉里的事情 我多多少少听说了 我出国那天 她出了车祸 车祸醒来后 想把方月熙送回党城 并且和方月熙解除了婚约 方月熙不同意 和她闹得很难堪 李玉里仍旧没很退步 方月熙气不过 偷了李家的商业机密 分别卖给了她两三个对家 一夜之间她腹背受敌 李家的股票动荡 资金链断裂 项目叫停 她连轴转了三个月 才堪堪稳住形势 方月熙被她告上了法庭 判了五年 打算什么时候回京北 她又问 语气带着小心翼翼 我笑了笑 不回了 她一愣 为什么 你的家 小叔叔忘了 我在京北已经没有家了 我爸妈死后 我唯一的亲人就是李玉里 可后来李玉里也不要我了 所以呀 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我都没有家了 李玉里还想说什么 但我没再继续听 跟着刚进来的担架 匆匆的进了手术室 等我出来后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 我以为她早该离开了 没想到 李玉里还站在原地 执着地在等着我 眼神情绪晦涩难懂 我不懂 也不明白 她想做什么 直到她跟着我到了宿舍楼下 问了我一句 手指被掰断的时候 很疼吧 顿时 我停下了脚步 五指下意识地收紧 她看着我的背影 声音隐隐带了鼻音 我就说 为什么我的金月突然就不喜欢了我呢 对不起 金月 是我错了 我自以为我不爱你 可我 话说一半 她哽咽住了 捂着双眸 泪水从她的指缝一出 肩膀不停地颤抖着 像是疼到了极致 我只是太害怕了 怕我们开始了 却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怕我们最后连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以为方月希的出现 只会断了你对我的念想 我没想到 后来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起对不起 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一枪孤勇了那么多年 她越说越痛苦 小心翼翼地慢慢走近我 当她试图拉我的手时 我避开了 然后回头看向李玉玲 没必要纠结了 不是吗 我有了新的人生 以后李玉玲也是 只是我们不会再有交集了而已 小叔叔 人总要往前走的 话落 李玉玲眼里仅剩的一丝光亮彻底被泯灭 金月 她苦笑了声 对不起 再见 小叔叔 沈金月最后一个字落下后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 李玉玲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摸出烟壳 颤抖着手抽出根烟响点 打火机却怎么打都打不出火 边陲的风好大 风沙吹进她的眼睛里 疼得她眼泪止不住地掉 如果当初她能够勇敢一次 能够不计后果的也为沈金月一枪孤勇一回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 至少她曾经拥有 若是走不到结局 那便是没有缘分 可她却连试错的成本都不愿意付出 沈金月回到宿舍后 走到了阳台 正巧她抬起头 她似乎感受到了她的视线 低头 两人四目相对之际 她坦然地笑了笑 把衣物都收进去后 又重新关上了阳台的门 动作形如流水 没有半分留恋 这一刻 她才真的意识到了 她被沈金月彻底地拉进了黑名单 她不会再为她心动了 思极此 她呕出了一大滩血 昏迷在了她的宿舍楼下 后来 我在听到李律里的消息 是在三年后 她得了肺癌 晚期 在弥留之际 她希望我能够去看她最后一眼 我看着安排满的手术 遗憾地拒绝了 朋友说 李律里死前 把所有的财产都做了公正 挂到了你的名下 她对你 是真的痴情一片 你们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 我只是笑笑 那时候我也想问 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现在在想 一切都不重要了 人活着各有命数 死了也是